大家好啊,今天聊一下这个全红蝉 还有一个12岁的他这个弟弟啊 他这个弟弟呢,反正是也学会了这个水花消失的这门技术吧 反正之前吧,在各种比赛中啊 全红蝉参加了很多项目吧 就是说拿了这种肩排啊 这个全红蝉就是在家啊,获得了成功 让他呀,获得了就是说外界的关注啊 甚至他这个家人呢,也成为了大家一个关注的焦点吧 全红蝉有个12岁的这个弟弟叫做全建鹏啊 就是说全建鹏呢,也是在网络上比较奏火啊 起因呢,就是说全建鹏在宣传跳水的时候啊 被传到了网上 整个就是说,嗯,他这个跳水动作啊 在落水之后啊,像一条小鱼一样 扎进水里啊,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水花 很多网友就是纷纷表示啊 就是说这难道是他们就是全家祖传的这种水花消失数嘛啊 不见全红蝉天赋异禀啊 就连他这个弟弟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巧适啊 以后会不会成为这个跳水对立 另一位这种顶梁柱吧啊 从目前来看啊,全红蝉大这个弟弟啊 确实是非常优秀 在一个就是说,天赋异禀吧啊 毕竟呢,他这个骨盒看起来啊 比较精细啊 和全红蝉一样啊 就是说,是一块跳水的这种好材料吧啊 另一方面啊,全红蝉他这个弟弟啊 确实非常刻苦啊 看到姐姐取得好成绩之后啊 全红蝉他弟弟啊 心里面肯定会更加的这样的努力啊 反正争取像姐姐一样 就是获得很多的光荣吧啊 不过就是说,关注归关注啊 实际就是想了解全红蝉他弟弟将来 可以就是闯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首先,他需要就是说 关注最近的成绩如何吧啊 毕竟全红蝉啊 在十岁,十四岁的时候啊 已经就是东京奥远会的这么一位冠军了啊 一举打破了世界纪录啊 为跳水界成为跳水界的一个巨星 他这个弟弟全建鹏啊 虽然就是说十二岁啊 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根据就是之前的这种查一查的资料啊 就是说,根据在比赛当中啊 作为这个跳水队成员啊 全建鹏 曾经拿下了丙祖男团决赛的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啊 嗯,也收获了当时是一枚铜牌吧 这意味着啊,全建鹏呢 在整个就是当地啊 在比赛当中啊 只拿了第三名或者说是第四名的这么个成绩而已啊 这个成绩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亮眼啊 特别亮眼 反正啊 这并不排除全建鹏这种天赋啊 还有就是他全面的建展啊 毕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啊 学校接受这样的培训水平啊 是比较有限的啊 如果全建鹏呢 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啊 还得像姐姐一样 被这个省里的队 或者说是国家的这种教练 给挖掘啊 然后呢 再就是接受更好的训练条件啊 这样就是可以得到更好的个人的发展吧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如果就是大家关心这个全建鹏的话呢 反正尽量不要碰杀这位年轻原动员啊 毕竟呢 全红禅他这个弟弟 并没有挑出真正的成绩啊 如果就是 被外界啊 给予他太多的关注和压力的话呢 只能让这个小孩子感觉到这种焦虑啊 反正是会给他很重的这种包袱的啊 所以就是说 不管取得什么成绩啊 就是说 很多就是言论吧 也可能被 扼杀一位天才的诞生吧 希望就是说 他这个弟弟呢 不要太多的压力啊 将来呢 就是说 反正可以更好的健康成长吧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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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